好, 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 太太 先休息一下 謝緣, 現在拍戲是現場收音 說對白要大聲一點才能聽到 明白嗎? 快說 《落淚的玫瑰》, 第27場, Take Two 太好了 冷靜點 別這麼難過 謝緣, 現在拍戲又不是叫你哭了 明白嗎? 龍導演, 不如休息半個小時 等到扶養的情緒吧 方方姐, 你先休息一下 老闆, 沒關係 好 慢慢來, 好嗎? 明白 慢著 過來 你現在是主角, 不為林記 不要超過敵 可是我們平時也是這樣做的 對, 孟主角不做的 不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元哥… 你先喝新娘娘去喝酒 謝謝, 謝謝… 謝謝… 卓哥 你多拿兩杯給我, 兩個兄弟 謝謝 阿元, 你真是不說了 現在做主角, 有私家以坐 也要關照那些兄弟喝心茶 是呀, 有福同養, 不然是那個兄弟 當然了, 是呀 謝謝 我先試試 原來那些心茶很甜 一般般的, 我家裡用的深茶比較淡 你這次沒有刺牙, 口氣這麼大 謝元, 你在這裡 謝神仁昏, 吃雪茄做經理 他不是普通經理 現在我是謝元的私人 近身秘書兼總經 我是你, 還沒女兒大白眼一點 所以還見識笑, 你真是… 謝元, 今天約了一起吃晚飯 好呀…可以去大大地吃老大炒鶴 好呀 去大大地的平民夜總會 哪一家我們呢 你們兩個去 我們今天約了羅先生 去他私人山頂別墅吃晚飯 我們約了羅先生 盡管, 羅先生的孩子當這麼小 行了 來了… 等這麼久, 終於來了 羅先生, 阿芳, 你好 為甚麼這麼晚, 省冷了 這麼早就吃晚飯了嗎 我不是說那些菜式, 說那些麻雀 最早就三決一了 賣位了…快點, 賣位了… 賣位了… 我不會打牌, 羅先生 他不會的 你不會打牌嗎 是呀… 不懂 楊君 我? 你下場 打…打得挺大的 一二而已, 快點 一二嗎 是呀 你打了多少錢出來 百元 來, 你先拿出來 幹甚麼 羅太太說是一二, 只要一百元 很快就輸了 不是, 你要還我 撐住 行了, 一場兄弟, 出來 來… 送給羅先生、羅太太, 小小二 謝謝 報紙, 正好嗎 謝謝 是呀 第一隻, 左鎖右鎖的, 快點 小心, 洗得有萬年船 來… 行船 你已經買了 老爸 謝玄, 芳芳, 聊聊天 你們一起拍戲 大家聊聊聊聊演戲心得 是呀, 羅先生說得對 四爺幫他們換過茶 拿些瓜子給他們吃 是呀, 太太 謝謝 不好意思, 今天拍戲 經常要害你離開, 不好意思 不要緊 阿趕喜上來 上次藍廁那件事… 媽媽, 吃瓜子 上次其實… 那次是我這麼大的兒子 第一次被人當是色狼伴 不過算吧 其實我也知道 可能是有點誤會的 不是可能, 簡直是誤會 是呀, 自撥爆棚 是呀, 自撥爆棚 是呀, 真是好命呀 說不懂得打, 你這麼好 是呀, 真是 懂得, 幸好 為甚麼, 謝謝… 謝謝… 再三個二 三個二 三個二 為甚麼會三個二, 不是一二嗎 那是一二, 一二號嘛 那你吃爆棚不是三個二多少 不是多少 不是呀, 一二號 吃飯 你剛才贏你的書 剛才, 這裡是手起扣 我都贏了一百個多錢 算了 酒微菜博招呼不到 來… 吃飯… 真的, 酒微菜博 早知道用禮 好菜, 終於來了 沙田清蒸山水豆腐 很滑 你喜歡吃豆腐 你多吃點 我最喜歡你這輩子的年輕人 人又夠老實 一點也不虛擬, 腳踏實地 好, 這輩子 那倒是呀 千萬不要像那個徐姬一樣 在外面弄得污煙瘴氣 結果不是弄出個大頭髮 放心吧, 羅三、羅太太 謝原來是好好的 一定不會殺這種狼狼的 怎麼會被人淋強水不丟架呢 那倒是好 我已經有全部計劃去捧芳芳和謝原 我找了宣傳部的阿島 讀多點計劃, 製造多點報紙新聞 還不謝謝羅先生 謝謝羅先生 對了, 羅先生 那你拿著甚麼計劃來製造新聞 宣傳他們呢 我想… 索造他們成為銀幕情侶 芳芳, 最重要是念熟謝原的資料 原來她是熟龍的 天秤座, 最喜歡吃… 媽媽, 為甚麼你要答應羅先生 要我和謝原搞什麼銀幕情侶這麼多餘 甚麼多餘, 這是好竅子 你記不記得當年于秀秋和曹發華 拍那套刀劍情手 就用這條竅子傳他們兩個拍拖 結果那些人就傳一傳一傳, 想看看她是不是真的 那套戲又賣滿堂紅了 我覺得只要這套戲拍得好 觀眾就自然會買票進場看 女兒, 我對你當然有信心 可是那個謝原是新丁 認識她是阿水 不搞那些宣傳怎麼行的 說真的, 我也開始有點擔心 為甚麼 原來那個謝原真的一點演戲細胞都沒有 拍了三天才拍了兩場戲 原來還在非林殺手 那就更加要未雨籌謀保定非了 要做多些新聞, 做多些宣傳 配合你那套落淚的玫瑰上畫 芳芳, 媽媽為你好 要不然我不用陪那個羅先生羅太太 打一二毫麻雀 我可以去尹姐仙姐家打大牌的 還不明白你有錢人 為甚麼越有錢就越孤寒 阿賭姐, 阿賭 他這麼快就搞定這些新聞 全部頭條 不是你猜 他是宣傳報經理 莊爺是他的拿手好戲 不知道外邊的人怎麼看 是你呢? 當然是信得十足十, 尤其是那些工友 尚以石瑜秀丑蟲髮髮 最密死人的紅狼女 信得十足十 是… 你做工廠妹嗎? 你喜歡我做工廠妹也不相干 不知道你是不是原諒原諒 是呀 阿公 來… 做回我這次被害死 落淚的玫瑰男女主角 試下情投意 現在害得你很辛苦嗎? 你遲早就當紅炸子雞了 我真是不稀罕 為甚麼? 他說不是嗎? 要讓阿珍看了新聞紙 一定會生死我 阿珍怎麼會看得到呢? 看 沒有, 他說如果我們有機會 就跟阿珍解釋一下 解釋? 為甚麼解釋 登了新聞紙, 誰都以為是真的 解釋就有辦法解釋了 說多無謂, 吃多會兒子 總之你多點機會製造 就跟邵芳芳在一起 那就是影壇新情侶 到時候一炮二炮一炮你 說真的, 阿公和邵芳芳真是挺親 她是想阿珍好她十倍 阿珍爺又漂亮又溫柔又體貼 那個邵芳芳, 惡屎留登 恩挑鬼命 還經常說我對她不鬼意圖 真是神經病 我先走了